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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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主要呢,這一次漫畫展呢,辦在彰化生活美學館,是要讓各位呢,體驗一下漫畫不一樣的, 運用 從第一年凌晨的國小 一直到呢,大人看的漫畫都有 可以從傳統漫畫 到屬基漫畫 還有到學校的 教科書 都由我們的台灣漫畫家去構成 所以你在這邊,不但可以看到各式各樣全年齡的作品之外 還可以體驗到我們特別規劃的漫畫教學專區 可以親自來這邊畫 並且呢,來瞭解漫畫家呢,他是怎麼完成你的畫面 以及互動專區 讓你們呢,可以拿著對話光 配合著漫畫特有的效果線 穿著Cosplay服裝呢 來拍你自己獨有的漫畫互動照片 謝謝大家 漫畫呢,比較不一樣就是 都是由網路上 直接連載的漫畫組 跟一般的傳統的資本比較不同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看到的漫畫的構成 幾乎都是在電腦上 以及各個網路上平台去呈現 跟日本的親小說合作 那跟小說合作呢,主要就是 讓我們漫畫家把他的文字 裡面的內容 完全用畫面把它呈現出來 那往往小說裡面的一句話 都會讓我們漫畫家 至於花老實 比方說呢,他這一幕就是在講說 主角呢,困在被火包圍的那個房間裡面呢 他已經覺得沒有遺憾了 然後他留給女主角最後一句話 所以呢,這一幕 對那一回的故事來說是 最後的一個場景 就是讓大家感覺像是默認的 因此呢,這一整頁的火災場景 他請別 我們拿他搜集資料 各式各樣火災的近景、中景 跟遠景的呈現方式 然後再把它畫出來 所以這中間在描繪的時候呢,其實改了很多次 就是因為他這個火 很多人在描繪的時候 他那個描繪的筆法都不太一樣 如何把它整個呈現出來 讓他有那個魄力 花了不少時間 學館這次很高興能夠和 台中市漫畫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合作辦理這次漫漫長路 台灣漫畫特展 這次的展出從11月7號 一直到12月22號 總共有一個半月的時間 時間相當的長 展出的內容 則是包括台灣漫畫產業的介紹 世界上的台灣漫畫 漫畫製作的過程 還有漫畫運用等等 內容十分豐富多元 那現場也有許多漫畫人物 可以和他互動的體驗設計 深入淺出 讓大家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台灣漫畫的發展 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觀 開啟到什麼時候 11月7號到12月22號 要去拍一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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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拍嗎 要去拍嗎 要去拍喔 要去拍了 要去拍了 需要拍攝嗎 要去拍攝嗎 要去拍攝嗎 這次有一個 要去拍攝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